天气越来越冷 正式开始吃锅的季节 在台北市内湖区周子街上 一家开业十年的老字号 主推酸菜白肉锅和麻辣锅 是内湖科学园区吃锅的首选名单 我们特别邀请到美食部落客登仔 一起来好好品尝 因为我很爱吃酸菜白肉锅跟麻辣锅 而且今天又可以两个都吃得到 那你菜这么多 我到底要先从哪样开始吃 我们建议先喝一点汤头 好 这是我们原味的汤头 那我们加上了这个我们特调的梅汁 多了一股酸味 是 酸酸甘甘的 我们这个酸菜跟这个梅汁 我们台湾南投产的梅汁非常非常的契合 那另外一边是 这是我们特调的香料 以花椒为主轴 那大约我们放个一匙 大概配个1.5克就够了 嗯 真的很特别 它带了一点麻感 是 我们的酸菜是天然发酵的 它的这个天然发酵的酸呢 这个乳酸菌它可以去让这个肉呢 更加的柔软 那牛肉的部分呢 我们就建议大概七八分钟 那面的做好了 那客人点评我们家的这个麻辣锅呢 就是很香 然后很温和的辣 那他们点评这个酸菜白肉锅呢 就是越煮越酸干 这家火锅店原本只卖酸菜白肉锅 是高中老师出身的创办人杨思宇 对品质要求严格精益求精 而这一锅美味也是对父亲满满的思念 喜爱吃锅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记者许超雄台北报道